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医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袁医生,我们继上集讲开排毒 今天我们讲的东西都有关于排毒的哦 是的,没错了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可以说是大部分对它的形式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常用和非常有效的排毒工具 嗯,那这就是佛石了 是的,我英文叫做ZEOLITE ZEOLITE ZEOLITE 佛石 即是水滚的佛字 其实这个佛石可以说在自然界已经在石堆里面 很多时候见到的水晶的矿物质来的 嗯,那这些呢,它要含有好些很细微的孔道的那些化合物呢 通常呢,就在那些那个火山石呀 火山泥里面,火山沉里面呢 当它爆发的时候呢 是接触到咸水的或者是水呢 就会成为一个结晶的物体的 那这个讲解是数以百万年前的出现发生的了 那,通常呢,也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那些佛石呢 在一些那个火山石呀 和那些火山沉里面呢 和那些地下那些水 尤其是那些碱性的对下水呢 是结合而造成一层一层这样的 那这些佛石呢 当然呢,是过去数以百万年呢 也都会在那个海洋的盆地 就是水里面的盆地呢 你也都会发现得到的 那一般的常见的应用呢 佛石呢,是应用在一些工业上 应用在一些淨化水质啦 和作为一个那个catalyst呢 是吹煤劑啦 是制造一些物料的过程里面 作为一种反应的吹煤劑的 那和也都很多时候呢 在那个盒子的处理方面呢 是应用得到的 那它也都是应用呢 就是抽取空气里面那些淡气 而令到那个物质的那个氧气呢 是那个浓度是增加的 那在医疗上呢 和工业上都会应用得到的了 嗯 但你知道最用得多的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制造那些洗衣粉那里 是呀 那原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用途呢 搞不到 就是制造洗衣粉 那大家都知道了 洗衣粉是做什么呢 除污 那些污位的那些物质呢 是从而拿走的 那但是我知道呢 原来佛石呢 它的营养方面呢 是有含有很高分量的抗物盐 那这一种呢 我们那种佛石呢 叫做邪法佛石 叫做Clinotyprolyte Clinotyprolyte 那就是其实佛石的工常是应用在这方面 这一类的佛石的 那这种这样的邪法的佛石呢 通常呢 就会吸引这些负荷 就是正负荷的矿物盐 譬如钙啦 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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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铁啦 那这些这样的 那这些负荷的铁类子的物质呢 那通常呢 就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重金属的时候呢 就会譬如好像 铁啦 Cadmion啦 水银啦 铁啦 Nickel啦 Nip啦 和那个生埃 Arsonic 是新呢 就会被它移走的 那就是说呢 它本身有一些所谓 这个阳性的矿物的铁类子 就进了身体之后呢 就会被其他那些重金属的铁类子 就是 移走 于是乎呢 就可以这样解释了 就将那些重金属呢 就吸了之后呢 就带来那个身体的 所以呢 我们在 由此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一种经常用得着的 就是简化身体的血液 和身体排毒 和抗氧化的 好了 那佛石呢 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和这个字是怎样来的呢 原来是一位 一七五六年 很多年前的了 有一位瑞典的 那个地质学家 礦物学家 叫做Exo Frederic Kronstadt 那这个人呢 他发现呢 如果你将这种这样的石头 有一种叫做 Steelbite 这种这样的石头呢 是烧了一轮之后呢 他会发现呢 他在石头里面呢 是出现很多的水蒸气的 嗯 即是很明显 这种Steelbite 这种这样的石块呢 它是吸收了很多的水分的 那所以在过程里面呢 好像有些水在煮滚的 所以叫做佛石 就是说呢 你烧那里呢 那通常这些石头 你不会知道里面有这么多水的 那样子就好像有些水在里面煮滚的 那所以就像水佛那种 那所以叫做佛石 那原来呢 佛石呢 是一种这种天然的矿物盐呢 矿物质呢 它有很多些里面 就好像很多些冻月那样的 很多些 很多些那些那些龙那样的 就是一个空一个一个空洞在里面的 那这些呢 还有呢 它也有一种那个 那个附的电荷的 那这种附的电荷呢 就好像一种 好像一种石石那样的 是专门吸引一些毒素 和重金属 就是它捉了到这个笼里面 那这样 那跟着呢 就将它呢 就带来个身体 那所以呢 佛石那种的 就是排毒那种功能呢 那种功能呢 就挺有趣的 和一般有些不同的 它好像个龙那样 那会吸引 它本身是 那个 有那个 附的电荷的 那就吸引一些 重金属的 就是那个 羊的离子的负荷 那将它从而带走的 那 它还有呢 就是很挑选性的 它会呢 它会呢 就会选一些 就是有毒素的 那个 重金属 那 那 原来呢 是那些 辐射性的物体 和呢 一些很小的 病毒的物质 还有 有一种呢 我们叫做 现在 整天都有人说的 就是那种 辐发性的 有机化合物 那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 在那个 当个 重金属 就是离开身体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看到 很多很多的 就是那个 疾病 就可以帮 即时可以改善的 比如 头痛 头昏 高血压 那个体重增加 或者 那个体重的 严重的 骤降 癌症 那个 敏感 和消化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 很多的问题呢 都是因为我们身体 就是 太多这些 那个 污染物质 和重金属 这个原因的 嗯 袁医生啊 那佛石呢 心对一些 什么的问题 最有效 可不可以详细 一点和我们说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有一个 字眼叫做 Adaptogen Adaptogen 其实是适应 嗯 其实很多的 营养工具 或者治疗工具呢 被归列为 归纳为 一个叫做 Adaptogen 就是说呢 其实呢 它帮助你的身体 是适应的 是 可以这么说呢 它是八搭的 简单来说呢 它是将你的身体正常化 你什么问题都好 它帮你正常化 那这个就叫Adaptogen 那那个 佛石呢 是属于一种叫Adaptogen 是 那当然了 就是身体的 它需要很多 但是一个 抗氧化 嗯 那个清洗的血液 加强细胞的抗物炎 和呢 就是 拔走一些 这样的毒素 是 那第二件事呢 佛石呢 是可以帮助 我们身体呢 平衡我们的酸碱度的 那也知道呢 我们身体呢 是需要就是 微碱的环境 那才可以维持一个 高的健康 和一个 就是高水平的 免疫功能的 是 那佛石呢 可以 就是 吸取 还有呢 是令到很多些 我们叫做 质子 Proton 就是过分的质子 是帮它可以 就是抵消它的 而这些质子 本身呢 会制造酸化的身体 那就是可以这么说呢 这些质子 是导致我们身体 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那些 反酸啊 的问题啊 从而呢 是出现那个 黏珠菌 和关节炎的 嗯 那我知道我们的腎呢 通常呢 是在我们维持 我们的酸碱 那里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我通常的腎呢 就怎么去 平衡我们的酸碱呢 呢 就是将我们身体 被我们叫做养氢根尼子 Hydroxide 那个Iron 养氢根尼子 带走的 那这个整体来说呢 就有一种 我们叫做 那种buffering 就是那个中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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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酸碱直呢 变为微碱的状态 是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敏感啦 那其实很多敏感呢 都是因为毒素 和其他一些 臥内的物质导致的 那如果 佛石呢 能够减低这些 这样的 就是捉了这些 这样的臥内物质呢 那从而呢 亦都可以减低 那个 那个 敏感的 的严重性啦 是 好了 佛石呢 当然呢 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啦 是对付那些 抵消这些游离基啦 以及帮助在身体呢 就是 抵消这些 这样的 游离基的侵杂啦 好了 那这些游离基呢 我知道呢 不只是外面的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都会制造出来的 就是不是一定 环境的污染的 其实身体不断地 就是正常的身体 都会制造出来的 那当然呢 我们需要一种机制 是帮我们排解它啦 那这些抗氧 这些游离基 在我们身体呢 就会伤害我们 我们健康的细胞 和我们那个 那个 脱核基因 DNA 那 导致我们那个 就是提早衰老啦 免疫功能的障碍啦 和很多很多的疾病 嗯 那就是大家都 都应该明白的啦 是 我经常都很强调啦 那个游离基的破坏 和抗氧化的重要性啦 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欢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欢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佛石究竟有什么功效呢 那我曾经说到啦 就是如果能够做到抗氧化呢 其实呢 就是等于呢 它是可以对付衰老这个问题的 嗯 那我们知道啦 其实衰老的问题呢 很多时候都是跟那些毒素啊 重金属啊 游离基啊 这些这样的物质有关的 那如果将这些这样的抗氧化 但是刚才所说的物质排走呢 身体呢 就可以恢复回一个正常的功能啦 那身体的皮肤啦 那个肺啦 那个肺啦 那个尿力系统啦 和那个大腸呢 都可以呢 正常是将那些 天自然的那些 所谓那些 那些脏脏物质呢 由身体里面呢 就是排走的 嗯 可以呢 阻挡我们那个 所谓衰老的过程啦 是 好了 佛石呢 可以作为一种 就是对付病毒的 嗯 原来呢 我们的佛石呢 是一直都知道 是可以用来呢 是预防呢 和对付伤风 和那个 那个病毒的 那个感冒的病毒 那现在不是很合用呢 是啊 那现在香港人也知道啦 最近又又受到 其实这些 这些差不多是 全然都有的问题来的 是 那 为什么呢 就因为呢 它是一个 带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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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物质 它可以呢 就将这些 这样的 所谓的那些 病毒的物体 那些物质 通常呢 是属于一种 是有了羊电荷的 那 因为你知道了 腐和羊呢 会吸的 而的负荷会相吸的 那 在这个情况之后呢 可以这么说 那个 那个 佛石呢 是可以减低 我们那个病毒的 那个分化 那个 那个 那 也都可以很快呢 很安全地 将它带来个身体 的 好了 佛石原来对 那个血糖都很有帮助的 那 原来我们知道呢 我们葡萄糖的 那个分子呢 是本身呢 有少少 带有 微 腐式 腐的电荷 那个正的电荷 是positive charge 微微的 正的电荷 那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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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带有 附的电荷 的 佛石那些物质 可以将这些 就是葡萄糖的 这些物质 可以带来 某程度上呢 这个一种 方法呢 是可以将 身体的 过量的 葡萄糖 是可以减低 亦都可以这样说 是帮助我们 调理我们 我们 血糖的 水平 好了 那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 今时今日 大部分 你看到的人 都是用在这个方面 就是癌症 那 我知道 当我们的细胞 受到游离基 和其他那些毒素 的侵测的时候呢 那 就剩下的那些 损害的组织和细胞 那些这样的 受了伤的组织细胞 很容易易变 开始出现 癌的成长 那么 那 游离基呢 是帮助保护这些细胞 和呢 就是 是 减低下 癌的成长 那 还有呢 就算你有的 流肿都好 它也都有能力 将它减低 和呢 预防 它的抗散 嗯 那么厉害的 是的 那 还有一个呢 现在的文明人的 差不多常见的问题 就是 心血管那些问题 那 我知道呢 当游离基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即是 走坏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 它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病 心脏病 血管 和那个心肌方面呢 和呢 我们那个脑的血管的问题 那 这个 发射呢 可以帮我们呢 就是 捉走 这些这样的游离基 和呢 环境那些毒素 那样 因此呢 就可以减低 和 减低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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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的 是 好了 细胞膜方面呢 那 那 佛社呢 是 和其他那些 抗氧化的 那些 组织里面呢 就可以 保护我们的 那个 细胞膜 的 抑化 和 因为有些毒素 是导致它 对它 那 就是 就这些 排毒方面呢 它这个 那个 结构 那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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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个 他个 在肚瀉的时候,身体是在做什么? 身体是将毒素排走的 原来也是一个很好的 是舒缓肚瀉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肚瀉其实不是要完全压制它 我们要舒缓它,帮助我们身体 将毒素排走,但就不要强制阻挡它 好了,佛石也可以帮助我们正常 我们的大肠的移动 减低胃酸反,抢漏和其他抢道的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过程 来减低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 好了,重金属最明显,大家都经常说 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有很多重金属 这些都是用佛石可以直接将重金属 例如鲜、水银、甲、Cadmium 以及鲜、生埃 是可以拿走的 这些重金属大部分 当然都是我们的环境里面走入 免疫方面 我们发现原来佛石可以推动我们身体 有一大堆的,我们叫做T的细胞 这种在我们的淋巴里面的细胞 血液里面的细胞 也叫做杀手细胞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 有一个研究发现 我们补充的佛石 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免疫细胞 当然了,从而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好了,到肝那方面 我们知道肝本身是一个身体的排毒器官 也是肝帮助我们隔走很多毒素 当然了,如果我们有一种佛石 可以将它减低那些毒素 也当然减低我们肝在排毒的过程的负荷 对吧? 好了,肾 肾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排毒器官 它可以隔累到这些毒素 如果能够有外来的工具 帮你减低这个毒素 当然对神的护害也会减低 还有呢,就是那个精神病 你要想不想到呢? 精神病也可以 为什么呢? 原来佛石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 和我们的组织 在我们的脑袋下的组织 是将那些很强的很活跃的油尼基 其实脑袋也有很多这些油尼基的破坏 最后呢,就是抗物炎 我刚才所说的 它不单只可以将一些不好的重金属 炆走 那个佛石很多时候 是当为一种 是将这些好的抗物炎 身体需要加进去 那就是很多在健康 或者医疗上用的佛石 很多时候都加了这些特别的 有益的抗物炎在我们的身体 袁耳珊啊 我听过佛石有很多排毒功能 但是它好像有次在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 佛石的原来排毒是逐步逐步的 它首先呢 就会将那些重金属 就先炆走 就是初初那几个礼拜 它第一就先选重金属 接着呢 下一步呢 就将那些其他的毒素 譬如好像杀虫剂啊 那些除草剂啊 那些这样的 或者那些 那些 那些 素胶的物质 那就是 如果你了解这一样东西 我们记住了 就是在排毒的过程 利用这一样东西 我们是用佛石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长期用的 就是不要想着 它很快就将它拔走 所以说呢 应该持续去用的 那我也都知道 佛石呢 是会将我们身体的酸碱 慢慢重建回来的 那正常的酸碱 血液酸碱呢 值呢 应该7.35到7.45 那这个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那身体的酸碱 那个水平呢 会影响我们那个免疫 和我们那个脑袋的功能 那如果我们身体的 血液是比较倾向于酸的呢 就是低过7.34的时候呢 那它就可以呢 是出现了一种 癌症的环境 嗯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强调 很多病呢 是密先附 然后重生的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医病的时候呢 其实都不是说 直接呢 走去杀那些 癌细胞那么简单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将一个环境呢 是改变了之后呢 令到那些人呢 就不喜欢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些病呢 是生不了的 是 那所以在 我们知道 那个身体 就是那个脑袋的细胞 如果是那个环境 骚髒出现的问题呢 会很多啦 嗯 会包括我们的情绪低落啦 是 焦虑啦 外外细细啦 那个情绪仿佛啦 我们叫做 这种paranoia 好像那种 那种狂妄那种感觉啦 那还有呢 是一种幻上幻觉的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我们的脑袋呢 我们那个脑袋的 细胞的环境好不好呢 就是很影响我们的精神 哇 袁医生 原来佛石有多方面的排毒功能喔 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形容啊 它是粉劑啊 还是液体的 在我们的市面上啦 尤其是在我们 鹿床健康殿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啦 我们过去都用了很多盐的啦 因为这个工具已经出现了很多 那我们大部分呢 都是用一种液体的 嗯 当然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都找到一些粉状的 那最紧要呢 就要把它稀释它啦 那我们通常呢 就是拿少少 譬如拿几滴啊 十滴八滴啊 那这样就放一些水那裏 一瓶水那裏 那就平时呢 就当来是一种饮用的 那有些做法呢 就将它 譬如几滴 一汤匙水 那这样就放在肋底呢 含它半分钟 那才慢慢吞服的 那当然呢 用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空肚啦 空肚意思之外呢 饭前半个小时 和饭后一个小时啦 那还有呢 最好呢 因为在排毒过程呢 身体要多喝点水 那都记得呢 喝水呢 通常呢 就是密一点去喝 就不需要太过大量去喝的 那 那 还有呢 如果你将这些佛石呢 就是滴了到一瓶水那裏呢 喝干的时候呢 就最好呢 就是坐一坐水 是 因为它本身不会用的 它是一种浮在水里面的物质 那所以你用起来的时候呢 你拿杯也好 什么也好 就拌了之后呢 就直接喝 是 尽量呢 就不要用金属的器皿 尤其是那些金属的筋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 它那个符合 那个池那个 然后那个正负的方面呢 是会影响它 那所以尽量呢 就用瓦筋 如果要拌用瓦筋 或者拿个瓶呢 就这样 用玻璃瓶 玻璃杯 拿个瓦筋来搅拌它 那当然有一种做法 就是放在瓶里面 那这样坐下它 好了 那其实泼石呢 因为大家都说过 是工业上用得很多的 那所以呢 美国的FDA 虽然FDA 我们都知道 都是不是一个 那么正气的机构 那 FDA 都判断了那个 FDA 是一百分之一百安全的 是全是没有毒素的 那么 大家可能呢 都有接触过相似的物质 比如Bentonite 那种 Paninto 那种 我们也都叫做 那种火山泥 那 Bentonite clay 和一些活性炭 那我以前都介绍过的 那其实它是一种排毒的工具 那但是呢 那个佛石呢 是在那个抗氧化的能力呢 是强过其他一些的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请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